晚上好 我是威命 欢迎收看11月11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记 今天又是星期三 首先来为你跟进接下来一周的燃油顶价 明天开始汽油和柴油价格全面降价 分别是肉95和97降了三仙 柴油则降七仙 就再来带你关注震惊大马体坛的国家跳水队性侵安 这案教练今天随着被带上法庭面控 让他的身份终于曝光了 黄强出身中国 目前拥有大马公民身份 他今年9月26号 于五级加利尔体育中心的跳水馆健身室内 强奸20岁的女受害者 所以在强奸罪名下被提控 他今天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他由两名大马级担保人 以5万令吉保释外出 案件则定11月6号过堂 来换个焦点 学省作业不多 书包过重是许多家长经常热议的话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张盛文今天宣布 教育部将从明年起严厉执行小学作业部使用指南通令 以确保小一至小三的学省没有使用作业部 而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省则只允许在指定的五项科目当中购买多一本作业部 不过作业部不能取代课本在课堂上进行教学 而出售价格也必须合理 另外张盛文也强调 不守这项通令的学校将面对教育部的处分 接着来跟进 传教士查米汉发表冒犯苏丹指控华人不善解言论之后的最新消息 首先昨天语气强硬的查米汉今天突然放软姿态 向周末苏丹伊布拉辛陛下道歉 强调个人非常尊重陛下 也不曾点名批评柔苏丹 同时他也把责任推到媒体身上 说是媒体故意点燃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的怒火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逃过一劫 事关警方已经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 对查米汉展开调查 内政部也表示将彻查此案及对付这名传教士 其中总警长福姿透露 警方已经接获一宗投报 只是目前还没有展开逮捕行动 另外一方面 马来统治者发文告力挺 柔苏丹和波里士王储 虽然没有说明是否和查米汉的言论有关 不过包括五大宗教咨询理会和连昌集团主席纳希尔都认为 这份声明来得及时 捍卫中庸之道和国家团结 接着有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最新消息 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在议会发表独立宣言 表示公投为加泰罗尼亚赢得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 不过将会推辞几个星期之后才宣布独立 以成适合西班牙政府对话并寻求国际调节 无论如何他的提议马上被西班牙政府回聚 西班牙表示普伊格蒙特的讲话 他形同以隐含的方式宣布独立 因此不会和他谈判 而在普伊格蒙特发表讲话前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曾呼吁加泰罗尼亚不要独立 因为一旦独立将会失去欧盟的身份 最后有娱乐新闻 新一届的中国新歌声才刚刚落幕 而之前陈玉逊受访时就爆料 他跟纳英在录制弦幕时被人要求按钮转身 引发黑箱作业嫌疑 而今天再投出一个震撼弹 那就是当了六届导师的纳英突然宣布请辞 说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令大家感到错愕 中国新歌声之前的名称是中国好声音 而纳英从第一届开始就成为固定导师 他的队伍也出现了好几个总冠军 包括第一届的梁博 第三届的张碧晨等等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第二個 Choice 下期 大队伍 comet 下期大队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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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大队估告 到了 下期大队估告 下期大队估告 下期大 hots